歡迎來到獨立在線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鍾翔 今天獨立在線的節目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公民行動營紀錄資料庫的楊娟如 一起來跟我們連線 娟如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禮拜要告訴我們什麼樣重要的 台灣社會運動的消息 今天告訴大家這個護術的議題 尤其是現在全台灣對保護樹木 這塊非常的注重 在這個國父紀念館 它被國父紀念館的對面 有這個正在施工當中的 遠雄大巨蛋的場館 那從4月20號開始 就出現一些粗暴疑術的事情 而且這些術是在這個場館外面的行道術 所以就使得有一些護術團體 還有在地居民 前往守衛外面 這個光復南路上面的行道術 而且用這個肉身暴疑的方式來抗爭 原來是這個遠雄建設呢 跟這個台北市政府要強行移植 工地範圍之外的這些行道術 那因為聚在營運之後呢 要調整附近的交通狀況 也就是說開發者要移掉這些術 再來拓寬車道 所以包含這個光復南路上呢 還有行道術有一個叫印度紫潭 還有中央分隔島上面 其實離這個工地非常遠哦 等木棉到木棉樹都要來移植 甚至其實是挖禮哦 所以就變成好像是 工地要把這個障礙物移開 拓寬馬路之後 還可能之後才會再種樹 就一個很荒謬的狀況 嗯 我想這個遠雄大巨蛋的這個BOT的工程 其實這個一開始來就是爭議不斷哦 那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呢 其實為了這個所謂的工程的這個建設 就我們所知已經挖光了這個原子 在松山菸廠之內的 大概有900多棵樹哦 那在2009年 他曾經也發生過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當時的綠黨的這個參選人哦 就是溫炳元 他其實也爆樹哦 爆了這個最後的一棵的老張樹 那在那過程當中 也產生了非常多的這種衝突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狀況 其實是非常非常類似 不過在當時關械這個議題的人 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哦 那在還沒有通過環評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大概已經有100多棵的老樹已經死亡了 所以當這個居民呢 他們組成的這個松菸公園催生聯盟哦 然後來這個抗爭 其實也因此大概有15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這個遠雄建設 除了在這個土地的取得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議題 有一些外界的質疑之外 其實特別在戶數的這個部分哦 這個遺址這個老樹的部分 其實讓很多的民間團體 是有非常大的不滿哦 那不曉得現在這一次 最近這一陣子 其實也關切了很多人在關切這個事情 那公庫最近陣子也去做了一些拍攝 不曉得他們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從4月20號4月底那時候開始呢 守護這個行道樹的朋友是天天都在擔心 遠雄到底什麼時候又要派人來砍樹哦 所以他們經常就是在這段時間 一直到現在5月中了 都有不斷的開記者會要來更新進度 那像我是5月1號的時候 就去拍攝這個記者會 那其實當天是下著雨 但是呢現場有近50位的這個朋友 在現場守候穿著雨衣啊 坐在旁邊等等 甚至是守夜 那這個之前的這個潘漢江呢 也這個綠黨 護術團體的潘漢江 他也是用肉身暴術的方式 受不了那個有時候大太陽 有時候下雨 那個身體不堪負荷 所以呢其實有年輕人 尤其是女孩子哦 是輪流來這個爬上樹 來跟他一樣是肉身護術的方式 來守護這些行道樹 那其實現場的這個 遠雄大巨蛋外面的宮城圍裡 是貼滿了所有聲援者的標語 甚至很多畫畫啊 其實你覺得很像是藝術的走廊 蠻有趣的 那其實就是大概就是現場的狀況 一直到現在 其實還是有一些 可能有為十幾十位的朋友 在現場守候這些行道樹 我們可以看到跟相對於過去比起來 其實有越來越多人關心 這些樹木的所謂的生存的問題啊 我不曉得 這個在這樣的抗爭的過程之後呢 現在這些樹木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當天呢 5月1號我去的時候呢 是這個松菸公園催生聯盟的召集人 尤益 他來說 4月20號開始 台北市政府奉任這個遠雄工人 來違法開挖這些樹木 怎麼違法呢 就是沒有依照台北市公登處的要求來移植 所以施工的時候也沒有任何移植樹木的夜間施工許可 也就是他要挖就來挖啦 那這個移植我們知道這個樹木 他是有生命的你就要看起來沒什麼反應 但是他有一定的程序 譬如說移植要斷根 在當天的時候也沒有斷根 就是怪怪手挖一挖就把這個樹木推倒 甚至網路上有一些照片是這個木棉盜 然後這個釣手直接把這個樹木整個拔起來 這根還留在這個圖裡面 這些其實這樣的狀況 他們的存活率 這些樹木存活率會變到最低 其實大部分就是可能最後就會死掉的狀況 所以是非常的非常的可惜 所以這個光復南路跟中秋東路上面的樹木 總共數量大概有87顆 可是到這個我們統計到4月26號為止的時候 遠雄總共是移除了超過50顆 一直到現在只剩下大概不到2、30顆 但是這些朋友還是在那邊守護這些樹木 那有意思是說當地的長輩 當地的居民老人家都說 這個樹木其實在開路 光復南路開路的時候就種下去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也有四五十年 也有達到這個樹保條例 受保護樹木的標準 可是台北市政府卻不評估他們 所以他痛批這個台北市政府 是因為這是特定財團的開發案 來破壞光復南路的意向 非常的可惜也非常的可惡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台北市政府連評估 都沒有去做評估這件事情嗎 對就是准許了工地來去挖這個樹木 但是他們可能是有達到一定的年紀了 所以其實整個剛剛也提到說 這個移植的過程 是一個非常非常專業的過程 那其實他必須有一定的法律程序 要去遵守之外 其實怎麼樣的照顧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那在我記得在過去幾幾年來 包括像潘漢江這些 護樹的這些朋友 其實也拍了很多的照片 也發現這個被移植 不管是從新北市 或是其他地方被移植的這些樹木 其實他們在照顧上面 其實都受到非常大的一些問題 所以很多被移植到的地方 基本上來講都被稱之為 叫做樹的墳場 那在這一次的抗爭的過程當中 這些民眾還是一樣用爆樹的方式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抗爭的方法 來表達他們的訴求跟不滿呢 除了這個 因為4月20號開始挖 4月23號剛剛有提到 有一位現在可能被稱為樹人潘漢江 這個護樹團體的潘漢江 他就是首先以爆樹方式 支撐了很久 大概四五十個小時 那到受不了之後 4月25的晚上又有就是發生 護樹的民眾跟這個挖樹的工人 發生一些激烈的衝突 那另外呢 像這個我們看到松菸護樹的現場 其實會發生一些不明的事情 比如說會有人在凌晨施放鞭炮 因為一直有人在守夜 那或是有聲援民眾去的時候 被不明人士毆打 那事後又說我認錯人了 就發生在這個護樹現場 非常的奇怪 那還有更多的就是移樹工人 跟這個護樹民眾的肢體衝突 那當天呢 這個記者會呢 台灣護樹團體聯盟的發起人張美慧 他是非常激動又非常生氣的說 這個砍走樹在讓我們去用這個核電 這個是什麼道理啊 幾百億幾千億 都被你這個遠雄的董事長 趙成雄被你給賺走了 那你蓋BOT也不是你出錢啊 只是叫你留這個二三十顆的行道書給我們 你卻叫你的工人來打我們護樹的人 當天這段就是讓現場很多人是為之動容這樣子 我想這是一個讓大家覺得非常非常覺得不可思議 而且其實就是賺的不多錢 搞不懂 就是把這幾個樹留下來 讓它跟這個自然的共存在這個社會上面 我不知道有什麼太大的困難 不過更重要是一個主管機關的態度 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整個的工程或者是這個所謂的護樹 這件事情它涉及到主管機關應該是台北市政府嘛 對不對 是這個台北市政府看起來 互數抗爭 從4月底到這個5月中這邊 其實也快一個月囉 台北市政府其實沒有什麼積極作為 那我去的那天5月1號記者會 其實民間團體就要求這個業者 除了立即停止移植樹木的工程之外 台北市政府應該要遵照這個 台北市議會的協調會的結論 來邀請民間團體專家學者討論 路行變更 剛剛說是要拓寬 才為了要移速嘛 那這個有很多台北市議員是出來聲援 那進而在這個市議會要求台北市政府 要做到這樣的結論 那還有像樹木原地的保留的可能性 是希望台北市政府要去遵照的 我想民間團體也提出了一些的看法 就是也許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很好玩 就是我們的主管機關 我們政府單位會常常在覺得在工程上面 他必須怎麼做 可是民間團體 他其實也會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見解 那的確常常也是民間團體提出的見解 其實最後被證明是一個可行的 或者是也應該去採行 包括我們長期以來關心的這個熱身案 那在這件事情上面 民間團體有提出一些 怎麼樣去讓這些樹跟建築共存的這種方法嗎 這個護術民眾不只是用肉身報數的方式 他們也實際用他們的一個專業 來組成一個民間版的道路變更設計方案的小組 所以在這個5月12號的時候呢 護術志工當中裡面有一些比較具交通 或景觀背景的成員來組成 那對外來跟大眾來公佈 老數是可以原地保留的 那用這個以路就數的道路變更設計方案來做 可是很諷刺的是我們當天在看到 就是到工程外面你會看到巨蛋準備要迎接的 就是2017年的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那這個工程外面就寫著說 大巨蛋就會是台灣第一個人文科技環保的新指標 所以大家看到其實都非常玩耳這樣 護術團體是誠懇的呼籲台北市政府 不要當這個砍樹的兇手 負起監督的責任 以路就數其實並不難 所以希望遠雄是以留下樹木為原則 來設計這個道路的變更設計 我想剛剛談到是一個科技人文環保 這樣的說法其實是格外的諷刺 其實我覺得更諷刺的是 在這次的抗爭的行動當中 也有一些藝文界的朋友其實是反對的 我覺得他大概也是反映出 這其實根本就不是什麼科技人文的一種所謂的共存 的現象吧 是這個當天在這個道路變更 民間版的設計方案出爐的時候 他們有舉辦一個像座談會這樣子 那當天這個電影 雞排英雄的導演 葉天倫也有出席這個記者會 是來來聲援這個護術 他其實說到目前大巨蛋的主體工程 還需要兩年的時間來完成 所以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工程算是還在前置作業 所以他希望這個道路拖寬計畫 是可以去更改的 那葉天倫也呼籲這個遠雄集團董事長趙騰雄 要想想將來大家會看 大巨蛋到底只是一個娛樂場所 一個演唱會還是打棒球的場館 還是一個說可以跟台北市的勢容 融為一體的偉大建築 是來自這個雞排英雄的導演 葉天倫誠懇的呼籲這樣子 我想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長期的關心這個護術的運動 而且看到很多的 包括很多綠黨的朋友 或是很多護術聯盟的朋友 他們其實一直在投入到 這個護術運動當中 那無非是希望 我們在這個經濟發展的這個同時 其實有一些更重要的價值 是必須要被看到跟被重視的 而且這兩者之間也未必有什麼太大的 這個衝突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希望這件事情 其實民眾還在抗爭 我們的聽眾朋友 我們的觀眾朋友 也期待你們可以到這個現場 一起來聲援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娟儒跟我們一起聯繫 我們下禮拜再跟豐富的朋友 一起來談台灣非常重要的 社會運動的消息 謝謝娟儒謝謝 大家掰掰 掰掰 謝謝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廢核相關議題 5月14號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前往立法院 要求國會各黨團 成立核四停工監督與調查委員會 持續監督落實停工 對於行政院長 將一話宣布 核四一號機安檢後封存 二號機停工現況封存的承諾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 洪生漢指出 安檢並非單純的檢測作業 實際上是試運轉與補漏工程 台電透過安檢持續施工 他批評核四工程已經千瘡百孔 政府應該立即履行停工承諾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私校資險教師相關議題 教育部針對高等教育 升師比例做出最低標規範 要求各校在聘任老師時考量升師比 升師比一旦未達標準 教育部可以對校方進行降低招生名額等裁處 以維持教育品質 但高校工會5月13號召開記者會 踢爆部分私校將低標當作高標 甚至用這個比例設定超額教師 作為資遣教師節省人力成本的理由 高校工會組織部主任林博宜指出 根據教育部資料推估 從2009年到2013年 整體而言私校學生增加 但教師卻反而減少了 5年來平均每個月就減少18位教師 顯示私校教學品質逐漸下滑 升師比惡化 呼籲教育部不應坐視不理 最後是遠雄巨蛋遺述相關抗疫事件 台北大巨蛋為了拓寬道路 遠雄集團在上個月移植周邊光復南路 與中校登陸上的路數 不過由於過程粗糙 4月23號開始 護術團體展開護術行動 包括紮營夜宿 舉辦活動 甚至用肉身報術阻擋機具 而在這期間 具有交通以及景觀背景的護術志工 另外組成民間版道路變更設計方案小組 在5月12號對外公布 老樹原地保留 以路就樹的道路變更設計方案 但將大學運輸管理系教授張聖雄 則肯定民間版的可行性 並認為遠雄當初規劃只是方便自己 而沒有思考保留樹木的可能 並且呼籲遠雄應評估 以路就樹的方案 以上新聞是由陳怡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